來 我們來看一看這顆 寶石 對 這顆很大 我印象滿深刻的是 其實故事 一個季節 你看 講起來我可能會有點感傷 因為 這一個 其實我對寶石不太在行 而且我自己本身 不太懂這些東西 但在2017年11月 因為我都在台灣一直忙 然後可能也有到國外拍片 然後影展之類的 2017年的時候 在洛杉磯有辦了一個 中美影展 然後我拍主演的電影 愛情郵局剛好有入圍 所以我就飛去L.A 去參加活動 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這個 電影節 旁邊 亞蕾姐 亞蕾姐 是 場上有很多 還有 香港大導演 對 然後我們 雖然說沒有得獎 但是整個場合是很愉悅的 就是很歡樂 大家好像很在慶祝一些事情 但是剛好那時候 就是我 一直跟鼓鼓有保持聯繫 他 在那個時候 2017年的時候 2017年 年底 對 大概11月的時候 所以我就 我去其實只有四天的時間 影展第一天 然後後面我要飛新加坡去工作 然後因為我鼓鼓住紐約 在東岸 我在西岸 所以他一講我就 二話不說 就趕快自己 影展結束之後 就飛到紐約 好像定機票 對 這一趟又變很久 因為 不要這個 明月的天 所以因為想到 很... 想到姑姑那個時候 其實已經在癌磨了 對不對 因為姑姑是 2018年的時候走的 這樣子 所以17年 等於那個時候 你影展其實還是飛過去 因為印象很深刻 對 唯一飛過來 對 沒關係... 因為 所以姑姑是很親的人 對 對治療來講 對不對 所以當然知道姑姑身體的情況 其實已經不太好的時候 人在美國不管怎麼樣 就算 西岸要飛到東岸 很耗時間 覺得也要去健康 然後見面的時候 他就把這些東西 拿出來給我看 就好像有點在交代 後事的感覺 然後 對 然後 其實我也是門外看 因為當下他交代了很多 他身體也不太好 所以 今天藉著這個機會 麻煩請老闆幫我看看 這些寶石 對 因為治癥說 他真的對寶石是 引擎不動 對 這也是一顆 的寶石 是 大概有三十顆啦 很重喔 海水藍寶石很多都是 顏色都是後來去燒出來的 這顆藍寶石怎麼看 顏色是天然的 是 這顆這個海水藍寶石 重量三十顆 然後旁邊香的鑽 也香得很漂亮 那表示姑姑他的 因為他是學那個 妝妝設計 所以他的看法很前衛 對 美感 就不會說 就是把淤泥在 那個過去的那種型態裡面 所以 這個東西的設計 我想是你姑姑刻意 找一些 頂尖的 紐約的一些設計師設計的 另外他也知道 海水藍寶石以後 會變成 以前在十幾二十年前 它是一個次等寶石 也就是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 海水藍寶石 其實量還是滿大的 但是沒有想到是說 這差不多七八年之內 海水藍寶石的顏色 跟數量都變少了 所以這一點的話 我是覺得 可以 很欽佩這位前輩的眼光 所以其實 剛才聽到您講的 原生就是一種緣分 然後說 盡在遲遲 然後相對默默無言 就是沒有緣分 那有的人 遠在天邊 但是 就是一心相細 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緣分 所以緣分不一定是 這個名分的問題 比如說 那個父子 母子 也許那個感情 沒有朋友生 對不對 也許沒有什麼的 沒有天涯相逢的人 那個感情那麼深厚 對 那是因為怎麼樣 可能妳跟姑姑有一段 對 她想到 相處的時間 相處的時間 對 現在美國的媽媽 這點就很重要 是 如果要把這段感情 再向上延伸的話 不妨 不妨就是 把這些姑姑喜歡的東西 把它做一個小小的展示 特展 把它拍成一個小小的 一個影片 不要印成書本 小小的影片 就是姑姑這個時候 買的這個東西 她當時大概是什麼樣的心情 把它拍成影片 給自己作為一種留念 我跟你講 觀眾完全可以體諒 是因為他們之前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上我們節目 我們都知道 你跟姑姑的感情 然後還有看到 我去獨屋私人也是 所以她今天第一件 她就知道說 只要找到姑姑這個 其實對她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都幫你加油 沒有問題的 這不在價格的高低跟多瓜 對不對 而是姑姑留下來的那份情意 請見假囉 來 這是正涵 請見假 四十萬元 好 來 這是來 是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謝謝 好多回憶喔 對不起 姑姑最後 要整理一下 姑姑最後的時候 把東西交給你 你是放在紐約的那個 保險箱裡面 是 所以她這次疫情完 可以到美國了 趕快把它拿出來 是 結果拿出來 又想到 這又是怎麼樣 這也是一種 動產的管理 我覺得一個 長處就是說 如果說是不動產 對 那就比較麻煩 你可能要找人家管理 或者你要去賣 賣你還要繳稅 什麼... 還要辦一些手續 對不對 還有繼承的關係什麼的 可是 動產就不一樣了 交付 對不對 交給你就你的啦 鎖在保險箱 告訴你幾號 給你鑰匙 對不對 就直接留下來 姑姑這一份愛 這個可以講說是 我的天啊 馬上就可以交給你 好 我讓這時候 恢復一下情緒 來聊聊你自己 入手的珠寶好不好 雖然你對珠寶 是一竅不同 但是沒有想到你也會有 被電到 被燒到 對 為什麼會被它電到 因為它其實 它就是一個很簡潔的 設計的胸針 對不對 為什麼會被它電到 就像姑姑很懂珠寶 所以它在 我想說我自己也要 多專研一下 所以在它留下來 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有回紐約 處理一些事情 有去它常去的那一家 珠寶店 因為在 所以那個老闆 其實有點認識 對 所以他就有跟我說了一下 之前的故事還什麼的 然後我自己就想說 那我要不要也來 所以 其實我自己就是門外看 所以我就從很小的東西 由那個老闆推薦的 它說這個東西是 對 所以我就想說 祖母率應該有增值的空間 而且那個是我能負擔的價錢 大概五千塊美金左右 所以我就想說 換算台幣十五萬左右 對不對 等於第一眼你就看到 又是小的 小的 可以 價錢也可以 對不對 因為我看它的這些 算排列的也都很 整齊漂亮 每一顆都閃閃發光 那中間祖母率 我就要請請老闆 幫我們看一看 這個顏色到不到位 大小呢 不會 因為祖母率裡面 詢問還是滿多的 首先第一 祖母率的產區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現在 大家都知道 中美洲的哥倫比亞 大家都知道祖母率 原來是從那邊發現 後來呢 巴西也有了 非洲的地方也有了 所以祖母率的產區算是 全世界大概有十幾個地方 所以到底是哪個產區 這首先第一 第二呢就是 這祖母率到底漂不漂亮 所謂漂亮就喊到 如果太淺 這祖母率不像綠 如果太深黑黑的 也不好看 是不是 然後另外就是 祖母率它有個特色 祖母率裡面的內涵物 特別多 就像一個池塘裡面 有魚 有蝦 有蝌蚪 這祖母率就是這樣 你說完全乾乾淨淨 抱歉 那個是那個啤酒瓶做的 對 太透徹 這樣也不行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祖母率它是迷人的地方 就是當你去觀察 或者你欣賞 這個祖母率的時候 從各個角度去看 它裡面內涵物 所表現得出來的都不一樣 所以你會覺得 這個很神祕啊 對 所以你這個祖母率 祖母率我看了一下 它也是一個 紐約一個小的品牌 紐約小品牌 但是我覺得它設計 還滿立體的 妳有沒有發現 然後經過我用放大鏡看 可以 聽到這四個字的套洞啊 最好的產地耶 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今天第二件包吾 開心一下嗎 來 來 請 見價 三十五萬 你可以看 你看 不曉得沒錯吧 要投資這種 賺了 所以真的就是哥倫比亞祖母率 把這個價錢都給往上升 這個祖母率 為什麼大家在標榜 哥倫比亞祖母率 首先第一 哥倫比亞祖母率 它的 第二呢 它有一個特別的內涵物 叫 比如說這個三項內涵物 它含有 固體 液體 跟氣體 就三種 三種這個 這個固態的 或液態的這些東西 是在一塊兒的 對 這就很神秘了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很 很難得的 恭喜 第一次被燒到 買下來 結果還不錯 翻倍喔 好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的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謝謝大家